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复苏的拦路虎 现在的公积金制度有三大问题 扩大贫富差距 阻拦房贷利率下降 拖累社会消费 中国公积金制度诞生的源头 是因为90年代中国停止福利分房 开始采用货币化的住房分配方式 当时也主要是向新加坡学习 希望通过这种强制性缴纳的办法 及格政府、企业、职工三方的力量 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 当时的设想是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 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试用房 和向最低收入者提供联租房三个层次 但是与新加坡不同的是 在我们设立公积金的同时 还采用了土地财政的模式 这导致中国房价的上涨速度 远远超出了中低收入者工资上涨的速度 使得中低收入者根本就测不起购买房屋的首付 而过去长大的公积金也只能实陈账户 公积金反而成为了富人的帮凶 他们反而靠利用中低收入者的公积金 购买了多套房产 而现在在房价和房贷利率双双下滑的同时 公积金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的障碍 10月21日新的LPR公布叠加当时的政策 中国的房地产商贷利率终于跌破3% 部分银行的商贷利率更是来到了真正的历史低位 2.6% 与当时的公积金贷利率2.85%出现了倒挂 本来以为公积金贷利率要再一步下滑 毕竟怎么算公积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住房福利吧 没想到银行们不约儿童 说是接到通知要求不低于2.85% 当然这个通知又是口头通知了 后来11月更是干脆恢复到了3% 当时的房产中介朋友圈一顿狂欢 说这个房地产又要暴涨了 反正房贷利率市场化又成了一句漂亮的废话 本来没有公积金这次拦路话 房贷利率跌破3%是一定的 事实上公积金推动中国住房市场化的任务已经完成 而更进一步的让中国人民居折有其物的任务 现前的公积金制度反而成为了阻碍 废除公积金制度更加适合当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 另外中国现在的第一方向就是发展内需刺激消费 那刺激哪一种群体的消费最靠谱呢 那就是汗烙饱收的体制内的果养人员 他们有钱是真的能消费 不像普通的老百姓哪怕发钱也会担心未来 从而把钱给存起来 但过去其实很多体制内的果养人员的明面工作是不高的 反而是公积金和补充公积金占到了接近收入的一半 现在废除公积金制度 一方面一年三万多亿的公积金缴存 大部分都是体制内交的 一废除我觉得两万亿的消费就来了 另外原先公积金的缴存余额十万亿 一废除还给普通老百姓 让百姓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财富们 我相信对中国内需和消费的带动意义 绝对高于现在的所有政策 住房公积金制度 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也该功成身退了 谢谢大家